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岩 我现在是在白山市,吉林省白山市 今天本来是想到静宇县的 但是走到白山市呢,天色已经晚了 现在是晚上大约六点多钟 因为今天这个驾车比较累 所以说就不想继续往前走 晚上就住在白山市 白山市呢,原城是魂江市 它是地属长辈山西侧的 是属于吉林省辖的地级市 整个人口呢,大约能在95万左右 不到100万 白山市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 魂江呢,从这个城市中间穿过 但是呢,我今天呢,因为是晚上嘛 而且白天明天呢,不想在白山市 过多的逗留 所以说,晚上就准备出去 看一看白山市的业绩 这个白山市啊,因为魂江 从这个城市中间穿过 魂江两岸的灯光绿化做得也非常好 站在这个江边呢 你会看到对岸的楼房那个灯光 当然在江水中也非常漂亮 尤其从空中看 空中看你会发现这个城市 大的高的建筑并不多 但是呢,整体呢,你会发现错了有事 灯光也非常好看 然后他这个,这两天白山市也不知道是搞什么活动 我是从其中的一个江桥啊,走到另一个江桥 我住的这个位置啊,他离江边 不算太远也不算太近 我感觉在,步行在这个 1.5公里到2公里之间吧 那他那个 两个江桥之间 距离还是挺远的 因为我是顺着这个两岸绕了一圈 然后我发现什么呢 在这个江边的一些小的广场呢 有一些音乐沙楼 这个音乐沙楼呢 就属于一种小型的像 演唱会什么 歌手并多 3个5个,6个7个 然后周围围着很多的圣坡 歌手也有唱的 我走这段距离就发现是两处 然后呢 这个江边呢,有一些小的广场 可以跳广场舞啊 供市民健身啊 我又发现呢 有很多的小朋友 在着那个学术啊 然后 家长呢,都排在旁边 浑江那两岸非常漂亮 而且这个季节糟 这个季节天也不冷 也不热 非常凉爽 走在这个江边呢 感觉非常好 现在是上午的7点多钟 我现在准备就是往静渝先走 然后从这边 出这个白山市 我今天呢是 我是全程不走这个高速公路的 我准备走那个 国山二二这条国道 这条国道吧 它是实际上跟这个高速公路的方向 是基本他互相能看到的 走这个国山二这个国道 其实它就是在高速公路边的 这个国道呢修的也非常好 其实跟高速公路差不多 这条国道上车也非常少 今天呢天气也非常好 你看这个蓝天几乎是一个云朵都没有 非常清朗 那我现在就是出这个白山市 奔这个 这个静线走 天凡天上面 我现在是一个云朵都没有 这条国道上是什么 那么正常的 这条国道上是最高的 这个中国的东西 帮助公路的地址 和最高的地址 这条国道上是最高的 旁边的一条路 走一段距离才发现,这条路前面是不通的,前面修路已经封死了 因为在这个岔道吧,没有注意进行这个标记,所以一直往前走,但走了将近500米左右,又跳脱回来,然后要走右边这条岔道,这条路实际上去哪呢,也是可以去境遇的,但是它是一条防火路,就是护林防火的山路,要经过一个检查站的 走这条防火公路在路途上,它是有点遥远的,路面也有些不平坦,但是走这条公路也是来着了,因为这条公路让我见到了最美的长白领海 走这边这个林场的山路,这边要很远,但是外大正着,这边山上的风景非常好,所以说这也算一个景观的路吧,很漂亮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边的原始森林覆盖面积比较大 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域有60%的面积 是在白山市辖区域了 也是东北三宝、人参、貂皮和鹿绒角的故乡 每到秋季长白临海就披上五颜六色的外衣 形成独特的五花山 从远处看去成林进染非常壮观 长白山一带一直是自驾者旅行的理想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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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